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音如 希望今天透过天使夜未眠这个节目 可以带给你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 年轻不留白的这个单元的分享 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说牛迁到北京还是牛 就说到个性很难改变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渴望 想要改变自己的个性 想要改变自己的人际关系 想要改变原有的生命呢? 今天的年轻不留白 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年轻人 柴怡安的分享 她从前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 极度要求自己跟别人的人 带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也带给别人很大的压迫感 她也曾经很想要改变 可是却无能为力 但是现在的怡安呢 她不止人缘非常的好 而且她很乐于帮助别人 而且活得很喜乐 她走出了那个完美主义 走出了对自己的捆绑 她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柴怡安的分享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叫柴怡安 我的原生家庭是比较严谨的家庭 我爸爸就是很严谨的人 多严谨呢 杯子喝完水 一定要喝完 然后洗干净 然后放回云南的地方 所以从小就是这种小事情 拖鞋啦 左脚跟右脚 一定要放好 左脚就是左边 右脚就是右边 以至于我从小就被教养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 你们家几个小孩 我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所以我排行老二 三姐妹 我觉得我们在家里 我们三个都是儿子 就是爸爸对于我们三个 就是教养方式就像是在养儿子一样 主要是因为爸爸以前就是在军中 所有接触到的都是男生 他也不太会有接触到女生 那所以就会变成 我们就像是天天都在当兵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紧张 从应该是说眼睛睁开开始 整个头脑都要很清醒 记得就是一起床 就要先摸摸 摸摸是要让我们安静心 然后想想看今天要做什么 我们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摸摸 摸到六点 出去运动回来吃早餐 然后上学 到那个高中那个时候 对于一些想法就会开始讲出来 我知道爸爸老了 然后我也会很害怕说 爸爸随时会离开我们 但是心里的那种压抑 是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就会变成 我很想要跟爸爸沟通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什么事情就变成 一直压抑压抑到最后受不了了 就直接爆出来 所以家里的关系就是常常就在爆炸的状态 你刚才提到爸爸严格的教导 造成你蛮容易紧张的 非常会关注一些小细节 除此之外呢 你觉得还带来什么影响 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个性 所以以至于我对很多事情 就会有很多极度的要求 完美主义吗 是是是完美主义的要求 我先生常跟我说 我觉得你凡事都要做到一百分 我说没有我没有要到一百分 我只是要到刚刚好而已 他说你才刚刚好 就是别人的一百分 对所以就是变成 其实我自己在当中 我自己不自觉 无形中成为别人的压力 但是我自己不晓得 是 那你觉得这方面的性格 有没有影响到人际关系 这个就是影响很大 因为变成说我没有办法 很敞开的去面对别人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那个 被骂的状况下 所以自己本身不是很敢表现自己 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 变得自己其实很不认识自己 别人怎么做 我就要怎么做 常常就是会模仿别人 所以以至于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终于放松了我一个人 可是我又很期待 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我期待可以进入团体生活 但是我又很害怕团体生活 怎么样开始出现 个性改变的转机呢 我想个性改变的转机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开始真的有很大的转变 那主要是因为 进了教会之后慢慢的改变是越来越大 就像我刚刚有聊到说 其实对自己的要求很多 其实自己是很没有自信 可是在外面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没有自信这件事情 别人看到我的时候都看起来我很快乐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真的很快乐 一直到了进了教会之后 然后参加了小组的生活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都认识这样的我 但是他们对于这样的我 他们是完全的包容 接纳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在教会跟在小组里面 我慢慢的可以学习敞开我自己 然后聊一聊自己的事情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小组的时候 人家都会说 刚进教会就会很感动 可是我是很感动 但是我不敢哭 我几乎都不会哭 而且我都不会开口说 我需要什么帮忙 我都不会讲 到很后面慢慢慢慢的那个墙 就是被爱包围 然后那个瓦解之后 最后就是 就是常常会掉眼泪 因为很感动 性格上才开始转变 然后慢慢的也在这当中 更认识自己 学习接纳自己 今天年轻不留白 天天为你邀请到柴宜安 跟我们分享 她的个性 这个完美主义的性格 是怎么样改变的 那么呢 宜安有特别提到 她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认识了上帝 所以她的性格 慢慢有了改变 那么宜安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下 去到教会 认识上帝呢 希望你持续的来收听 天使叶未眠 我们下次继续来分享 柴宜安的生命故事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见咯 拜拜 如果你住我心中 我怎能长生软弱 求你大能帮助我 是我靠住能的身 让我不一样 让我不一样 在这每一世的爱 为你发光 让我不一样 让我不一样 别这么不期待 让你爱谁啊 只有你 能让我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